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上看的很多 没想到会发在我身上这种事情 是 确实我很内疚 很对不起的 我真的不是做了一业错事 我是做了一特大特大的错事 有声有色有滋味 请看天天故事会 接下来给您说故事了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不停哭泣的女人叫胡杰 经过特殊审批 胡杰今天来看望她被批捕的丈夫夏一新 令我们疑惑的是 这一见面 胡杰便不停地恳求丈夫来原谅自己 悔恨 愧疚 抑郁言表 那么在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胡杰口中的特大错事到底是什么事呢 那是2013年1月16日当晚凌晨2点 在通往上海市松江区新邦镇胡家代村的公路上 一辆灰色小轿车悄悄地驶来 已经憨然入睡的人们又怎能知道 此时车厢内正杀气腾腾 一场打斗即将发生 汽车在一处出租房前停下 瞬间车上涌下来几个大汉 他们狠命地踹开了何俊有家的房门 而后冲进卧室便是一通乱打 我还没听见人串门 反正我就感觉到我腿疼 就只能有人打我 当时是房间里面是起黑的 灯都关掉了 我在大喊 谁 你们打我干嘛 不知道 我什么都看不到 后来打我的时候 我腿的灯 一看 后来我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我去里面 现在迷税当中 什么都看不到 后来不知道谁就把灯一开上了 一开上来之后 我知道了 不一定的东西 他说我还能说话 知道了 我说你们不要打了 我说你们不是犯法 知道了 我说我的腿已经断了 知道了 我说到时候腿上和胸部 全部都是血 知道了 乱棍之下 何俊有根农民 洗下一心的漆地 当时都很气愤了 下次我们就打就打了 我也没有考虑到后果 是这样的事情 这有没有意识冲突 提起案发的那个瞬间 下一心有些无可奈何 只觉得愤恨之情难以遏制 然而令人深感蹊跷的是 本案的受害者与下一心等人素不相识 那么他们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夜半时分 下一心联合七地 从老家驱车一百多公里远赴上海 难道只会疯狂寻仇 在那个夜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隐形呢 那是2013年1月15日晚上11点多 下一心突然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今天你老婆跟我老公在一起 她说 说你老婆是在上海的一个民房里面 跟我老公在这边私会 那么你现在马上去 就可以去捉监 捉到他们 我大概问了一下情况 我说 你看到的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的 她说连带有点圆 烫了头发 个子不高之类的 我确实是我老婆 那才进去 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 甚至此刻 她正在与别的男人寻欢偷情 电话中的字字句句 都让下一心感到无比的羞耻刺痛 到底该怎么办呢 挂了电话 下一心突然异常警觉 打来电话的这个女人叫卓金玉 是下一心几天前才在网上解释的 她在想 我能相信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吗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 下一心正在漫不经心的浏览网页 恰巧 妻子胡捷的QQ还挂在网上 频频闪动的头像 让下一心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她随手点开了对话框 QQ上面跳出了一些 侮辱她妻子的这样一些字眼 不经意间有 好像有几条信息在骂 骂人的那个意思 回过去两条 我说你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骂人啊之类的 我说我是她老公 不是本人 就是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这个正在网上肆意辱骂胡捷的女人 便是卓金玉 在得知夏以兴的身份后 她显得格外激动 卓金玉明白 在这场较量中 她必须全力拉拢夏以兴 只有这样才会让胡捷 身败名裂 我不能阻止这件事情 那这女的丈夫 作为有办法了 卓金玉告诉夏以兴 自己的爱人叫何俊友 最近这些日子 何俊友经常和一个女人 私混在一起 而这个女人 正是夏以兴的妻子胡捷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夏以兴如遭晴天霹雳 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妻子 此时胡捷正在隔壁的房间 打理家务 这个一向温柔贤惠的女人 怎么会出轨 这会不会是一场恶作剧呢 感情别是应该说 还是可以的吧 没什么大的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证据 她就说 我是师父老婆 我给你看看那个女的照片 你说 你看是不是你老婆 她就发了一个头像过来的 接头过来 她说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你老婆 然后我就确认了 我是师父 就这样 一场前所未有的感情飞机 无情地摆在了夏以兴的面前 她突然不无惶恐地联想到 最近妻子经常到上海出差 难道是借机与人私会 想到这里 夏以兴愤怒的感觉 也再也无法从心底驱散 把爱犯发誓 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胡杰一个有夫之妇 丈夫对她也不错 她为什么会背着丈夫 开始了一段不伦涅情史呢 胡杰坦言 正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 才给丈夫和家庭招来祸端 那她是怎么认识 远在异地他乡的何俊友的呢 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起一句 就是不该跟莫斯兰说话 就是这句话也很有道理 但现在后悔已经来不死 我当时我也没想到 会有这样的结果 胡杰的痛苦和意识 从半年前 那个闲机无聊的深秋开始的 因为工厂停工 无所事事的胡杰 开始身亡大发时间 鬼市神差 她竟闯进了一个聊天室 并很快成为那里的宠儿 进去就是唱唱歌 然后聊聊天 就是这样的 她就说 她能说会唱着的吧 她就说 好多人都围着她转 此前对网络聊天 并不十分熟悉的胡杰 一下子便对这个充满着激情 甚至有些放纵的虚拟世界 深深的吸引 渐渐的她还是沉溺其中 而一个男人 由此走进她的生活 并对她展开疯狂追求 这个人便是何君友 一喜欢这样的人就说 能说会到 有头脑可以敢说敢讲 不管对错她敢说出来 她就是讲一些 她的那个苦衷呗 她说 她说你不知道 我有多曲折怎么样怎么样 单身林颖 现在还蛮苦闷的 事业上可能也有一些 就当时他们认识的状况来讲 可能说觉得 事业上还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我的心比较帅凉嘛 其实就是不应该去可怜她 她就安慰她嘛 慢慢的她心里产生一些变化 微妙的心理变化 连胡杰自己都始料不及 何君友体贴的问候 浓浓的爱恋 撩拨着胡杰那寂寞的心灵 终于她有些情难自尽 短短几个月后 在何君友的极力邀请下 两个人在上海见面了 她就一直叫我陪她陪她 我后悔的原因就是 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 那是冬天嘛 去吃了什么羊肉火锅 他们就好几个人去的 然后那天我可能酒也喝多了吧 就在那个隆冬的夜晚 借着浓浓的酒意 胡杰和何君友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肆无忌惮地享受着 彼此的浓情秘义 然而这对只顾偷欢的男女 怎能料到 此时一个充满妒忌和怨恨的女人 正在远方密切地关注着他们 我就很生气 我就觉得韩君友欺骗我 现在有了新欢了 就不要我了 因为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对 对车间里面 包括对工作方面 他不想做我的 他就想在家里面玩 因为这样的人我不可能 卓金友和何君友同居已有两年 那段日子 他们的感情亮起了红灯 卓金友始终不明白 何君友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冷漠绝情 终于在聊天室里 他发现了胡杰的存在 对这个横刀夺爱的女人 或许从一开始 卓金友就充满了 他明明知道我是有老公的 他也是有家庭的人 他还在外面这个样子 他认为胡杰雅应该是个第三者 是勾引他 就是说他自己称老公 那实际上就是说勾引他男朋友的人 所以说他可能把胡杰雅 作为一个亲底下一个身份 跟他吵了几句吗 他说你讲这些有没有的话 改话干嘛呢 然后就把他踢出去了 还跟我吵了一家 然后我就 还吵得挺厉害的 我要我要让你们家破人往他床 那好那你就让你们家破人往 此后每一次在聊天室与胡杰相遇 卓金玉总会对其破口大骂 然而羞辱和诅咒 并没有阻止胡杰与何俊友的恋情 相反他们的关系欲见亲密 最让卓金玉愤恨的是 胡杰还经常以胜利者的姿态 在自己面前炫耀恩爱 当时也是一时糊涂 我自败病 然而在这段错乱的地下恋情中 胡杰会是赢家吗 他真的这般珍惜与何俊友的感情吗 相连两个月后 何俊友向胡杰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这让他有些惶恐不安 他非要带我去他老家吗 他想和这个胡杰与生活在一起 甚至说他也曾带他回老家 见了父母 我对他的这种爱就到了 哪心里说这个东西 我还是很喜欢他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跟他在一起 就是 只不过就是在一起了以后 然后去没就去 已经都在一起了 就再说了 反正我也不会跟我老公 当时就这样想 那么作为他来讲的话 他可能只是一时情感上 寻找的一个安慰 贪恋这样的情感安慰 无异于玩火自焚 事实上危险的局面 正在变得难以控制 2013年1月 那个周末的午后 夏义欣随手点开了妻子的对话框 与卓英玉不妻而喻 于是胡杰的私情被彻底揭穿了 老公一开始还是不相信他老婆会做这种事情 那我说那你等着 我说那个 我以后会找到证据 给你看 与夏义欣结成同盟后 卓英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按照计划 他的报复行动开始了 就很生气 然后但是我呢 又很不甘心 我就找了那个 我的干弟弟 我原来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 让他帮我看着 韩俊勇 干弟弟也说 他会帮我注意着呢 2013年1月16日 怀着复杂的心情 胡杰跟何俊勇 从老家返回上海 他突然特别想家 因为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其实那天回家就好 我当时我还要回家 我说今天是我老公生日 我要回去 我说我没关系 他大人了 何俊勇的质疑挽留 让胡杰放弃了回家 为老公庆祝生日的愿望 当晚他与何俊勇 再次回到了这间出租 此时 这对如胶似乞气的男女 并不知道 一股极其危险的力量 正潜伏在他们身边 我这么做 就是不甘心 就是想报复他们 他们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意外得知妻子出轨的消息之后 羞辱的感觉让夏宜勋是寝食难安 但是又该如何为自己来雪耻呢 几天来夏宜勋一直没有直接的质问妻子 她仿佛在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 这一天 妻子又去上海出差了 漫漫长夜 对于夏宜勋来说是格外的忐忑难熬 2013年1月15号深夜11点半 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一切 我说你老婆现在就在上海 跟我老公在一起了 你赶紧去教训一下他们 你想想任何一个人来任我 那个时候要不要冲动了 11点半打他电话了 我想打他一顿 也不为过吧 他其实一直就是在报复 他就是拿我老公就是接到三人 挂了电话 赫然而怒着夏宜勋 当即找来七弟吴承叶 和另外两名亲戚 一行四人连夜开车 往上海方向奔去 到达上海松江区的高速路出口时 已是凌晨两点多了 他们说不认识路 我说我找人给你们带路吧 然后他说你下来告诉我 这小姐来带路 你找不到 那我是也可以 顺着带路人手指的方向 夏宜勋终于找到了何俊勇的住处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房子 想象着房间内 可能发生的各种情景 夏宜勋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了 他急于找到 那个困扰他许久的答案 当时我就到了门口 我就问那个小姐 我说其他地方都要谈 所以他就把他推荐打两下就算 你教训就行 来进到这个房间之前 是在这个窗户的方缝里面 看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暗示场面 当时他的老婆是这个 没有穿衣服和这个寒毛 是躺在床上的 看到他妻子跟一个男的躺在床上 十三落体 那当时一下子火猫生长 然后就是我用手电 用那个手机 开了那个手手电 进去以后上了一下 我当时看到的是我姐跟还有一个男子 就出身逻辑 一个事实 当时 心里没有无法接受 我问你打我干嘛 他当时他就锁了 他就是我老婆 就拿着这根钢管 朝着被害人的头部 砸了好一下 一阵疯狂过后 夏宜新等人带着胡杰连夜返回江音 让胡杰意想不到的是 回到家中后 夏宜新非但没有责怪自己 反而异常平静 回来也说的 他说就是怕我卸进去 他才来找我的 要不然他不会来找我 如果他不在乎我 他不会来找我 我为什么不打你 他说 我不想你离开 不想你离开这个家 他说 他说以后你不要上网了 不要进那个聊天室了 不要跟他们再有什么不来往了 好好过日子 孩子都这么大了 丈夫的话让胡杰羞愧极了 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出轨 让丈夫蒙受了多少虚辱和痛苦 讲到这里 胡杰忍不住哭泣 只希望一切尽快过去 然而 这个危险的感情游戏 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正在急速蜕变成 更加惨痛的家庭悲剧 由于造成了何俊友轻伤的后果 夏宜新和吴成业 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刑事拘留 2013年5月18日 法院审理此案时 我们看到 本案的受害人何俊友 也参加了旁听 此时 他的腿伤还没有痊愈 远远地看着 正在接受审判的下意心 何俊友难言愧疚 前一开始就说 我和他两个人之间的过程 我和吴静雅不走在一起 不是发生这样的事 既然我和吴静雅两个人 走在一起了 他老公在那种情节之下 作为哪一个男的也都是 作为那种体会当中 也都是男的 我要让我老公回来 看到家族的女 不让他充满信心 不让他失望 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被告人下意心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人轻伤 行为已经构成了 故意伤害罪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 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有关规定 判决被告人下意心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期一年执行